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子的部分我刚才讲到联勇 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区块 其实最近你看到特斯拉 这个马斯克说要420美元把自己的 私有化 那其实如果对照到Model 3 现在量产的进度来看 一个礼拜五千台 我想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第三季 甚至到明年的时候 你可以去紧盯这些跟特斯拉相关 或电动车的这个概念 毕竟这个区块我们比如说 看3665的茂莲 这个股价它已经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修正 那如果搭配到整个这个基本面 未来会不差的话 我会觉得其实在这里 你可以慢慢开始准备来做布局 所以上游电池材料的康普也是一样 去年有扩产 那当然第二季 季节性的因素 让整个季的这个获利 是出现下降的这个状况 不过我觉得在第三季来看 公司对于整个营运它还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康普 甚至是在茂莲 甚至像核大的部分 这个族群你也可以优先来做观察 那另外刚才讲到传产的部分 信杰有特别提到 这个原物料它觉得还不差 那如果你去看整个第二季 原物料财报的表现 确实你看到不管是在塑化 甚至钢铁 甚至包含大家最不爱的 散装航运的部分 都明显有出现 这个成绩单拿出来 让大家为之一亮的感觉 你看钢铁的部分 氧化星大厂的钢链 这个股东是台湾很多电炉钢厂 为什么 因为电炉它最后会产生这个氧化星的部分 那当然钢链就去拿回来 练出来之后 等于是说什么 成本相对来的这个低 那所以你看到 整个钢铁的这个计票表现也不差 那另外中宏的这个区块也是一样 中宏最近的股价表现相对来的强势 你看整个钢铁族群里面 中宏是什么 它走一个上升轨道往上 那第三季原本就是钢铁的旺季 搭配到下面外资 甚至投信的部分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其实比电子股还要来得好 完全是法人数码的 对那甚至我们看到台塑四保的部分 你看到台塑化 台塑化过去很简单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油价的波动 它不呈现所谓急涨或急跌 它是缓涨或缓跌的话 对台塑化来讲 其实它获利表现就不会太差 所以在整个台塑化 甚至台塑的部分 我想也是一个区块 那当然看完了这些之后 看最后一档 就是在整个这个中航的部分 你看到中航今年第二季是什么 相较去年同期是转亏为盈的表现 而且一季一ps就来到了0.5元 所以最近股价是什么 整理过后有点往上喷出的这个现象 那当然操作上你不用去追 但是你只要紧盯BDI指数在这边 能够维持在1200到1300的中间之上的话 那对于散装航运来讲 第三季甚至第四季 这个获利就不会太差 那回到投信 最近在整个这个索马的个股来看 第一个在传产的部分来讲 刚才两位有讲到 在水泥的这个区块 你看台泥亚泥投信买得很用力 另外我要跟大家讲 大成钢的部分 是今年从年初一路以来 一直跟大家讲 相对看好的一家公司 甚至指公司的大国钢 其实你从今年整个诟病过后 营收规模的表现 甚至获利面的预估来看 相对它就吸引 不管是投信或外资在做加码 那另外的话 看到电子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很明显的 最近的这个法人都在买什么 都在买瓶盖股 我们一致排开 你看包含什么 美绿 台郡 加联益 甚至像台虹的部分 都是比较偏向上游 或是零组件的这个区块 也是这个礼拜的强势股 对 那另外一个你看台光电也是 台光电虽然不在整个 这个苹果供应电的范围当中 但你可以发现到很明显的 也是在PCB的上游 对照到刚才有跟大家讲到 在联帽啊 甚至台药的部分 台光电在这里也打出了一个 超过半年以上的大底 为什么 你时间再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台光电的股价 在过去一年几乎都没表现 真的 对 那现在打出底部来 配合营运如果开始回升 又步入旺季的话 我觉得相对机会就来 所以整个在电子股部分的区块来看 我会觉得 低基期的平盖股 在整个第三季 本来就有业绩的加持 那如果指标股 红海在这边除息表现 甚至配合到八九月营收 表现也不差的话 我认为这些族群 都是有机会来做表现 下半年的选股密码 就藏在专家的这个资料 跟解说当中咯 我们休息一下 掌握最后一段的时间 继续观察 感谢观看